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轩时间 第二个小时的蓝轩看世界 那今天是礼拜五的关系 所以我们特别打算在这个礼拜五 来跟大家分享一点 这个轻松的也算是时事吧 因为事实上大家的生活当中 有时候不拖的是很多的一些 影视娱乐的话题 那这些话题某个程度来讲 坦白说他对于整个的我们的生活 跟整个的社会的一些影响和带动 这个氛围也事实上也都很大的 尤其现在是暑假期间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电影 有几部的话 现在已经在院线中了 那院线的同时 事实上都是来自于不同国家 而且不同类型的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 这个在我们节目上面 在过去也蛮上跟我们一起聊电影的 他是台艺大的电影系的经认讲师 也是经常写评论的 算是影评人吧 这个图祥文 带我们在现场来跟我们聊聊以及推荐 一些好看的电影 哈喽 祥文早 早 主持人早 大家好 OK 好 我发现就是类型还蛮多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推荐的 有喜剧的 有爱情的 对 也有欧洲电影 欧洲电影都有 第一部看起来也很好看的样子 对 好 那一开始我想用更轻松的方式来聊 有几部都跟爱情或感情有关 是 那而且分属三个不同的国家 一个是台湾的国片 一个是泰国片 一个是韩国剧 可以追剧 那我们就先来聊聊这部分的话 很有话题性的 那尤其是先从国片开始聊起 好 这一部其实这个图祥文没有讲过 我都还没有特别注意到 杨雅哲有新作品了 对 他好久了 血观音之后没有拍了 对不对 距离血观音有七年 那中间他去做了一个这个影棋 叫天桥上的魔术师 那个花了他很多的时间 然后他又回来拍电影 所以距离血观音有七年之久 但是他这次就推出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非常有话题非常耸动 对对对 因为我后来大概就简单 这看了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我都会有简单上网看一下 这个相关的影评 跟这个大概梗概 它是一个爱情 以及情欲纵流横流的一部电影 他们自己宣传说 这叫爱情动作片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第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就是说它是一个 这个情欲横流的一个电影 然后这是一个 杨雅哲魁碧青年的电影 再来一个就是 它又是一个无考人的电影 对非常 我刚才开玩笑 我问说现在有哪部电影 没有吴康人 没有啦 可能太夸张了一点 可能最主要是因为 他最近刚好有电影 又有新的影集 就在上面 然后我们打开 这个这个串流平台 你还会左边看到 有生之年 右边看到模仿饭 所以你很容易就觉得 然后我刚刚刚开玩笑 刚刚跟你们开玩笑说 不止 广告啊 因为你打开 对你打开电视 每个破口广告都有它 从吃的用的 保养品到什么都有它 然后如果你再注意的话 因为我跟吴康人还蛮熟的 有一次我做捷运 从A站到B站 然后我中间就不小心发现 我数有八个他的广告刊版 后来我就私讯他说 你真的太红了 我走到哪里都看到你的脸 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 人红 场上也喜欢他 然后他虽然演了这些戏 在不同的时间 但是其实上档的时间 他是不能自己控制的 所以有时候就会 全部都撞在一起 但是重点在于说 他的 就是说他能够 就他也算百变就是了 就他可以因应 很多不同的这个剧情的需要 你说要这个来来动作片 他也看起来可以 要演一个这个瘦巴巴的 那个什么 那是上次那个叫 富都青年 富都青年 那时候聊过 演得真好 是 对 那个瘦巴巴的一个底层的人 他也可以 而且马来西亚人 对啊 然后又优优雅雅的 看起来像一个那个 上流的这个欧巴也可以 对 反派也可以 对反派也可以 对 所以他这点真的是很不简单 我觉得就是他很很清楚的 他自己没有要做偶像 他其实希望在演技上 表演上都去克服 我们可以讲回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破烂男女 所以这个是他第一次挑战这么大的曲 应该是说 尺度 尺度过去他也没在怕的 他以前也演过别的这个 这个小众的电影 他也有曾经全落过 但是我觉得 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 比如说我们刚看到 去年富都青年这么这么的轰动 然后是一个很正面的 然后情感非常浓烈的这个角色 突然间他就变成出卖领柔的角色 而且我觉得这个角色不好演 因为这个电影其实他叫破烂男女 所以你如果从片名去猜测 你就知道他其实就是讲 在现在可能可能可能你我不是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是很分重的 有一群人他其实是纵横在现在世界里面的 他可能先信于爱 他可能不见得我要先有爱情 我是去享受性爱的欢愉的 现在都会年轻男女 某些人可能是这样 对尤其是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现在网路非常的方便 就像我们要约交换东西 卖东西很方便 同样的信也可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所以讲白一点这个电影就是在讨论 现在时下年轻人的约炮文化 那不见得是年轻人 像吴康仁在电影里就 你这样讲也是没错 中年人对 也是可以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心身体都很自主 所以这个电影里面就描述两条线 吴康仁演的 像吴康仁就不是年轻人 吴康仁是一个中年的单亲爸爸 OK 然后他的婚姻出了问题 然后太太把小孩带到国外去 其实他对婚姻对爱情是有受伤的 所以他其实你慢慢看电影会发现 某个程度上 他是不是藉由这个方式在逃避 他生活或是感情上受过的伤 然后他就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女警 这个女警就是悠游在心爱的世界 女警 女警 然后他的 这个角色设定都蛮好玩的 对 然后他的 他就是表面上当然就是警察 可是他私下其实是做这些事的 然后这个女警其实是非常享受 性爱跟身体的自主 然后他的梦想就是 有一天他可不可以知道真正的性高潮 跟真正让他最欢愉的状态是什么 然后就是不断在尝试 然后他传言中就是大家朋友之间流传 这个男的很厉害 所以他们就约上了 那当然感觉 就是慕名而去的感觉 当然永远都是从性开始 但是当他们开始慢慢生交以后 就会有很多的故事出现 那另外一对男女就是另外一种 那个女生是家里是富二代 是开殡葬业的 她很快就要接班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 这个做殡葬业的第二代的女性 表面上非常的那个 然后私下 而且也描绘了台湾的一个某种现实层面 然后私下他 天章也好赚钱 对他私下沉迷于某一种性虐待的快感 所以他会去找这些会帮他 给他这种快乐的人 甚至去买 所以电影就在这两条线 然后这两个女生是好朋友 所以他们会聊彼此的性经验 然后就电影就从这样的过程中去描述 但是男嘉哲蛮厉害的 因为就是他是以女性为主角 是以女性为出发 所以这个因为如果说以男性的话 你可能就不免的会觉得 掉进原本的一些男性主动 女生被动的这些 其实很明显的这个电影的主线 跟观点在两个女生的身上 这样子 对 而且女生是真的会 闺蜜真的会谈这些事情 对像我 我就觉得作为一个男性 我看这个电影 我觉得男生比较是炫耀式的吧 就是不会像电影里面讲的 就是说他们可能是真的在聊 身体的感觉 或是说真的在聊这种 就是比较细腻的 身体的心理的这个 感受或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男生比较多 应该是碰轰跟炫耀吧 吹牛就是了 对 对 然后所以其实这个电影 很前面我们会觉得 它是一个 吸引你是这种议题 很多真的很大胆的床戏 还有像那个 那个女演员 梁湘华是一个新的女演员 她就要去学神父 就是身上绑很多绳子 然后带皮衣什么的 就她借由这种东西 达到她的 就SM的那种 对对对 达到她的欢愉这样子 那我们前面 有点像是当初那个 我都忘记了 李安的那一部就是 设计吗 那一部要讨论最多的 永远就是 就是女主角的那个 但我觉得这个电影很有趣 是我们看前面 可能前面三分之一 你真的会很好奇 会很兴奋 然后这些东西 但很快的 如果观众听众是 压着的影迷 或是你看过雪观音 看过女朋友男朋友 看过久男孩 你大概就知道 杨浩泽是一个 非常有一体性的一个导演 他基本上在背后都有一个 他想要奋力的讨论 甚至是控诉的 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所以这个电影非常快 在后半段里面 我们就会进到 这四个角色的内心世界 然后其实他们在 盲目的追求性爱的过程中 其实充满了 我觉得身心灵上面的伤痛 或者是 找不到一些方向 那我们慢慢的会感受到 他的这个痛 所以我去看诗片的时候 看完有人在掉眼泪 所以我相信这种电影就说 大家会被 大家被情色的议题吸进去 但是你很快就发现 情色只是表象 这个电影还是要 探讨人心的虚无 或者说人心去追求一些事情 然后追求这些 看起来很很很 很fancy的事情 但是其实不见得 他心里是满足的 对啊 通常恐怕都是迷惘的 就是空虚的 就是浮沉在那么一个呢 呃 城市当中的感觉 找不到方向是不是 OK好 所以这个杨亚泽 这个七年的魁北七年的电影 所以呢 当然包括了我们讲到 吴康人的尺度大开等等 真的吴康人真的尺度大开 因为记者们都在讨论 因为他有 他几乎是正面全裸 OK 所以是三点全漏 所以当然 那不是从头到尾看 就是马赛克会这样子吗 其实没有啦 他我这样讲应该没有破格 他没有从头到尾都露出这个关键论 他就是非常自然的有裸露 但是毕竟他是金马影帝嘛 是 然后他现在这么红 所以记者们都把这个事情当成 当成 重点 不是 当成重点 他去google这个电影的新闻 可能都一大堆 什么吴康人几公分这种新闻 到这种程度 但我必须得坦白说 就是说我算蛮了解吴康人 看了他这么多作品 我觉得这个电影他还是有突破 还是有 对因为里面 他也是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对因为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 我不要破梗 有一些复杂的 这个性爱戏 他不只是身体的 他其实表演重要很多内心戏 我觉得那个真的不容易演 我觉得他有演到有些部分 是让你真的觉得 哇心好痛 所以其实 他的内心戏还是蛮厉害的 现在富多青年 我也是他的内心戏 那一幕让我觉得 但是这个要全裸 不容易 就是你要 你要先克服身体 对然后你要表演出 让我们相信说 你是在进行这件事当中 你有身体的反应 可是你 其实内在可能是很复杂的 那我觉得那个表演是不容易的 我觉得他有做到 我大概可以去 试着去想 确实是不是那么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对于 东方的对我们的演员来说 你要像我们经常看这个欧洲电影 他也就是绝对在你面前走来 是自然的 自然到不行 所以他自然你就自然 如果你尴尬我就尴尬 对这个我们可以讲一点八卦 就是 其实这个电影 杨小泽本来就是要拍一个这样的主题 所以我听说他原来在选女演员的时候 他不是没有试过我们熟悉的一些同龄的 有知名度的女演员 但是很快跟他谈过以后 有些人就会却步 因为他必须要 比如说我刚刚说要绑绳子啊 要练习这些 然后性爱戏跟这些东西 是还蛮大胆的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会却步 那这个后来选到了这两位 对大家来说比较陌生的这个新演员 我觉得表现得很精彩 那吴康仁我觉得他其实我认识他 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对身体很自主的演员 所以他之前演过一个电影叫白蚁 他就已经有过完全非常自在全裸 演出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怪怪的人 所以这一次我想演这个心爱戏 对他来说不难 但我觉得这个角色不好演 嗯真的哇 我这个天天好期待 好我们学学再回来 好回到来讯息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影评人 图湘文来聊跟他推荐 就在暑假期间的话呢 炎炎夏日你可以躲进呢 这个电影院 真的不要说在家看串流就好了 我真的觉得 真的 我真的觉得电影在大荧幕上面看 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而且呢 有一群跟你一样的感兴趣的人 对这样的题材也好 对这样的活动也好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 是真的还蛮好的 我们现在用一个流行的词 就是在黑盒子里面看点 是一种沉浸式的感觉 沉浸式的感觉 因为你在家里看这个串流平台 你很容易分心去滑手机啊 吃零食啊 上厕所啊 上厕所啊 骂小孩啊 你这样讲也是 突然间 电铃突然间想起来 你去开门接个快递啊 拿个好吃的 对不对 真的是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电影院里面的享受 是非常非常 专注的 对专注的 真的是非常棒 好 那所以我们呢 这个要介绍大家呢 去电影院可以看什么 有一部的话呢 在泰国 我看最近的也是一样 呃 这个介绍蛮多的 对 叫做《今孙暴富攻略》 对 他已经变一个话题电影了 因为他在泰国大卖 嗯 那他的故事非常有趣 他其实跟我们有一点点关系 因为他是讲 呃这个主角的这个家庭呢 其实是泰国的华人 嗯 所以呢 这个小男主角 他就是一个这个刚刚 踏入社会没多久 然后有一点好高骛远 所以就跟他妈妈说 他要这个上网打game 他就可以赚钱了 结果就变成赖在家里 变成这个靠妈祖 是 妈妈就就说 你每天都跟我说 你这样就可以赚钱 还不是都跟我伸手 嗯 那这个这个这个男生就看到他的 这个有一个亲戚的女孩子 呃就在家里照顾他这个呃 长年卧病在床的阿公 嗯 那没想到这个阿公过世了 结果阿公居然把这个最大的房子 跟最大的遗产 通通给他 通通留给这个小孙女 没有留给他的儿女 了解 然后他就有样学样 我想觉得嗯 如果我想要报 对 如果我想要报复的 就是赶快有钱的话 我好好的去照顾我的阿嬷 哈哈哈 其实电影里是外婆 那有没有可能外婆的财产以后 都可以留给我 那其实这种故事 我想大家马上就可以想象到 对 而且我想在我们身边 因为这样的高龄社会嘛 嗯 然后我一直说 大家就可以想象到说 这个孙子一定是一开始 是怀抱着这种阴谋论训 是啊是啊 当然那是他的阿嬷 他是有亲亲属关系 当他去了解 他从来没有花力气跟精神 去了解的老人家的生活 他的感情 他跟这些亲人的关系 他的孤单 他当然会有恻隐之心 因为那是他的亲人 所以电影最后当然如 这个我不算破梗 因为电影最后 一定会如大家所想象 他会发现 他对于这个阿嬷的爱 绝对大过于他想要财产 这件事 所以电影就后面 就会转向非常认真的在讨论 呃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比如说长照 对 比如说像现在高龄化社会 你必须面临非常多的关系 嗯 其实很有趣是在同党 现在在台湾上也有 另外一部越南电影 也在讲一样的主题 他叫妈的人生愿望 有点类似 他就是一个 一样一个老妈妈 生了好多个小孩 然后都长大 各自成家立业 搬到这个城市里面去 就有一天妈妈生病了 所以大家要轮流照顾 嗯 是啊 所以妈妈才了解 小孩们各自生活的问题 哦 这些小孩也才了解 妈妈孤单生活的问题 嗯 结果这个电影也在越南 很疯狂卖座 我觉得这两个片子 在东南亚两个国家 跟我们很近的国家 都卖座 其实我觉得反映到 就是大家都关心 这个议题 然后他的包装 其实就是一个通俗剧的包装 就是我们永远都会被亲情 被这种感情的戏给打动 但是他其实夹带给你的 就是大家都面临了 这个现实的 年龄的老化 长照 然后亲子关系 这样的一个议题 所以比较容易有共鸣 就是非常有共鸣 但是就是泰国比较特别 就是他用一个比较轻松的 比较是有点 一开始是有点喜剧 这个电影的前半段 确实是有点喜剧 然后那个小男生 现在也是红的不得了 否则这种故事 又有点太沉重了 对对对 那个小男生 这人在这个泰国 多小啊 大概二十几岁了 但是电影里面就演 他就有点像刚毕业的 那种小屁孩这样 然后他 我去查了一下 因为我泰国明星 我真的不太熟 我发现 哇 他其实在泰国还蛮红 他之前是演毕业游剧的 就是泰国有一派很流行 这个演这个男生跟男生偶像 谈恋爱的电影 对 然后他是因为这样红的 结果他因为这一个作品 又现在在泰国更红 他现在变国民精 国民精孙了 国民精孙真的是 否则毕业游的戏 或许是很很小众 对不对 对 那尤其长辈不见得会喜欢 对 现在长辈应该很喜欢他了 对 然后那个阿嬷据说是一个素人 他不是一个真的 比如说是职业演员 对 所以他们的火花在电影里面 还蛮有趣的 对 所以我自己看是觉得 其实他很芭蕾啦 就是说 就是他大概都是你可以想象的 通俗的东西 但是永远拍到这样的题材 就是会打动你 我看试片的最后十分钟 就是全场很多人在抽面子 真的吗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连续两部了 就是都有人在抽面子 对 这个更夸张 这个片商直接发面子给你 对 但我觉得通俗剧要达到那个点 我觉得他就是 因为你都会知道剧情 是剧情本身 可能不是重点了 而且他是不是可以 触动你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 他就是一个情感上面的一个宣泄 然后他可以达到观众的共鸣 对 那我觉得他在这个部分上面要生活 然后你要扣到观众的心 比方说像电影里面 他会出现这一个 从孙子的角度看阿嬷 那我们大家都做人家的儿子孙子 我们其实也常常会忘记 关怀我们的上一代或是老人家 这个电影一定会逼你看的过程中想 我有多久没有打电话给我妈妈 我有多久没有回去看我阿嬷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共鸣 那我觉得泰国人在这些 通俗故事的这个这个编排上 其实也也现在也都蛮厉害的 对所以这个电影其实啊 在泰国很卖座 所以台湾的片商其实也非常 嗯 期待他也很热烈的操作 现在票房反应也不错 OK啊 真的没想到我们的泰国片 越南片竟然在台湾的市场 也这样卖的这么的好 我们续续再回到现场 回到来生时间继续回到现场 邀请到了台一大的这个讲师 他也是呢影评人图湘文来聊天 来推荐呢在这个炎炎夏日 可以呢去电影院看的好看的电影 但是呢我们刚讲到了那么多的电影当中 待会还会再接受电影 但这一部的话呢 夹在中间 它是一个剧 所以它是一个大家现在都会追的韩剧 那韩剧真的太厉害了 反正就是总而言之推陈出新 然后类型啦话题啦 我才看一些我就发现说 哎奇怪了 我还跟我朋友讨论 就说韩国的演员怎么那么多啊 至于我看的少的关系 我都觉得怎么都没有重复啊 就连男女主角都没有重复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所以刚刚我们前面不是提到 像康人很多戏 其实在台湾有时候真的 你会觉得为什么转来转去 都是同一个男主角 或者同一个女主角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啦 一方面是制片人 出钱的人或是广告商 他们就迷信 觉得一定要挑这个 大家觉得当红的对不对 但我觉得你看韩国的选角 你就会发现 第一个就是 当然他们选择很多 第二个是我觉得他们是长期影视 都有在培养明星跟偶像 真的是很棒啊我觉得 第二个是我觉得他们很勇敢的赶给这些演员 大胆的角色 就是有时候你会突然看到 这个演员怎么突然又挑战一个 你想不到的角色 会说之前他都演严肃的 怎么突然演喜剧 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 这个剧也是 我其实是因为这个电影里面 那个欧巴桑 女主角才看这个剧的 我后来看了 因为我不算是这个追剧 追得很凶的人 然后我的 你有看《蓝掉时光》是不是 有有有 没错 那我就觉得好吧 那个男女主角都不一样 我几乎没有看过《蟲子》的 但是旁边的班底呢 有些人是常见的面孔 有一些呢 国民大神 超厉害的 这位叫做李真盈 我想这个很多听众朋友 或观众朋友有看过 《我的蓝掉时光》 一定不会忘记那个 他其实几乎有点像是 那个戏的串场的角色 就是说那个戏是好多个故事 对对对 他是少数在每一个人物当中 都有串联的人 他演胖胖的那个 对他演那个卖鱼的大神 对对对 一开始是开一个 对第一场戏他就出来 就就就就就撞到一个帅哥 然后他就是在戏里面 就是演这个一直卖力的卖鱼 然后看起来很粗粗俗 其实他赚了非常非常多钱 然后是当地最有钱的鱼饭 然后内心感情其实很细 对对对对 然后电影其实有一点像是 从他辐射出去的 有他的有他的闺蜜 他的同学 他的邻居什么都有这样 那他的表演非常这样 我觉得他有点像林美秀 你可以有点这样 或是钟心灵 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 有点点的味道 那这个剧 因为我们看的剧 你看我们习惯 看这些剧 基本上就是金秀贤啊 什么这些人 但是我必须得说 这个戏的卖点真的是李真盈 我真的是因为看到预告有李真盈 我就点进去看了 因为我看了蓝掉时光 非常喜欢他 那这个电影是 这个戏是很有趣 他的设定其实很扯 很瞎 他讲的是另外一个女主角 大概二十多块三十岁的一个女主角 人生很不顺利 他考了九次还八次这个公务员 都考不上 然后总之就在一次阴错阳差之下 他遇到了一只怪怪的猫 结果隔天早上起来以后 他的人生就变了 他的人生就变成 只要太阳出来 他就会变成一个大神 真的啊 那个大神就是李真盈演的 到了晚上太阳一下山 他就变回年轻貌美的 那怎么像史瑞克啊 哎你形容的真好啊 我还没有想到史瑞克 史瑞克开始是变出一个比较怕怕的 然后就很有趣啊 那韩剧就会想出这种 其实他一点都不新 对有些韩剧就像会想出那种 对他就是一个老梗 然后当然这个很好笑 所以他叫他的日语夜 他就在日语夜当中去变化 那你就想到他必须要骗过他的父母 因为他父母绝对不会相信 这么有一个 阿桑变成我的女儿 所以他必须要骗过他的父母 但是这个故事有趣就在于 他的人生本来非常的困顿 非常的觉得都不顺 可是当他变回这个欧巴桑的 因为他是欧巴桑的身体 但是他是年轻女孩的心灵跟体力 对对对 所以他就变成了有一些 表面上像欧巴桑 但是他的能力跟那个热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找到了工作 还有遇到了爱情的可能 然后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所以这个戏 其实他现在只到了第五集还第六集 然后我追到了第三集 但你大概可以猜到他后面要怎么走了 一条就是他就遇到了一个完全 帅哥 对然后那个帅哥就是这个崔正鹤演的 他就是一个非常冷酷冰冷 然后这个这个完全 不就是完全不讲私人的事 人世间只有公领域的 是一个检察官 所以饥饿如愁 然后所有跟他的同事都非常讨厌他 因为他是一个工作狂 那当然这种热情洋溢的欧巴桑 跟这样的一个女孩 但是你刚刚讲奥巴桑是晚上 白天嘛 所以后来奥巴桑就到了这个检察署去工作 所以奥巴桑就会遇到这个检察官 但是他私下是少女 然后他又被他在少女的时候 女孩的时候被这个检察官帮助过 所以他其实慢慢就会 一定会情窦初开 可是他白天只能用 奥巴桑的方式接近那个 所以这检察官不会爱上他吧 对但是很有趣 我觉得这就是韩剧 我们怎么这么外貌协会的 对但是这就是韩剧有趣的地方 他当然不见得检察官会爱上他 可是检察官会发现这个 奥巴桑有他独特的地方 因为他以前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嘛 他不会对这样的一个人 有一个特别的看待 但是他会发现 这个奥巴桑不太一样 不管情感上 工作能力上各方面 所以慢慢会发生火花 然后当然这电影 还有另外一条刺线是 这个检察官似乎过去 有一个没有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揭露的一个过去的伤痛 或是伤害 他要去找一个很多年来一直没有侦破的 serial killer的一个这个谋杀案 我猜测啦 这个谋杀案可能跟他的妈妈 或是他的亲人有关 所以电影其实 不是电影 不是这个剧 所以是因为他有直感上的伤痕 对 其实都是这样嘛 那他就会有一个开朗跟正面阳光的人来开启他 所以其实他都是老梗 所以我开玩笑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配饭的一个剧 就是我在家里我真的就是吃饭的时候 我会把它点开 或是下班回家了以后觉得 要放松的时候 对 放松后把它点开看个一集 所以我觉得他的本质上节奏 还是一个喜剧的一个节奏 就是追案这件事没有那么严肃 是是是 事实上追剧就应该这样的 我们刚刚讲到说在电影院沉浸式的 他可能就不需要让你觉得很专注 然后呢 不想要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但是既然是要在家追剧 他最好就让你能够轻轻松松的 因为我有朋友说 他觉得故事很瞎 他看了一两集他就不太想看 我说不会 我觉得我每天都不用花大脑 把它点开看一看 我觉得还蛮愉快的 而且说实话 有时候就是一个演员 就会很吸引你 那因为李正英的表演 依然非常火药 他有时候要装出少女的交称 所以很可爱 对对对 但是当然了 如果我们想要看一点比较震撼的 或是说 有了还有很多戏可以选 没错没错 但这个是最新的 这个确实每个礼拜还在更新 所以我相信线上 或是这个很多听众 应该跟我一样 每个礼拜追个两集这样子 OK好 我们继续回来 我要进到欧洲上 如果说想要有那种 艺术电影 我觉得在接下来 我们要讲的这一部 光是看介绍 我就觉得哇 应该会很好看吧 这个教宗家的小儿子 但是这个片名也很受韩剧影响 不是吗 我们继续马上回来 接到蓝薰石巾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的影评人图翔文 来推荐一些好看的剧 或是一些电影 那么刚讲这个电影的话呢 你看我觉得韩剧影响有多大 这个在影视圈真的是 影视娱乐了 这个已经慢慢的 这个算是独步全球熊霸亚洲 教宗家的小儿子 像不像财阀家的小儿子 是 是 还蛮像的 好啦 但事实上完全不一样 而且是另外一个很欧洲感觉的电影 它的脉络也是一样 对 它的原来英文片名 其实是绑票的意思 绑架的意思 这个电影其实是 我也不知道这段历史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电影就是这样 你不用出门 你真的是会学到一段 你在教科书上 没有学过的历史 这个电影其实是在1958年的一个背景 那那个时候呢 这个教宗跟教廷 还是控制着 这个很严实 很严密的控制着 意大利的这个政治 对政治 跟这个很多的这个事情 生活社会等等 那当然这个 这个教宗是这个天主教的 那电影里面就从一个犹太教的家庭 开始拍起 那这个犹太教的家庭呢 生了一个 其中一个小孩 结果呢 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人去跟教廷告密 说这个小孩呢 在刚出生的时候就被 呃他的奶妈还是管家 呃给做了天主教的这个受洗 那那个时候的教廷是非常强势的 他就说这怎么能容忍呢 就是说他已经被受洗成神的 神的教徒 他怎么可以还去信犹太教 所以就住在犹太教的家庭 而且姓犹太教 他们是虔诚的犹太教的家庭 这个时候教廷居然是可以介入的 所以这个电影的一开场就非常的震撼 就是教廷就出了应该是军队还是警察 强行的进到这个 他们家里面 他们家里去 然后把那个小孩绑走 真的啊 对因为他就是要 我看了我也觉得这段历史哇 很惊人 对然后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要被归依成天主教 他就是神的孩子 所以他就是强迫的要把他带走 然后呃带去这个这个这个信天主教 所以故事就从这个非常震撼的展开 然后电影就开始跟着这个男 小男孩的这个角度 我们就看到这个小男孩是非常慌张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被带到教廷去 那带到教廷去他其实没有被虐待 也没有被怎么样 呃这个教宗 你看他教宗叫 他电影叫做小儿子 其实电影里面真的有一段对白事 教宗非常的疼他 而且教宗跟他说 你就像我的小儿子一样 那呃这个电影里面 当然我不知道那个制度 当然电影里我们看到 教宗带领的教廷 其实有很多的小孩 可能很多是 我在猜很多是没有父母的 或是流浪的 或是送来学神学的什么 但是这个小孩就被迫 跟这些小孩住在一起 然后他就从这么小 那个电影里大概四五岁吧 或是三四岁 就开始被迫要过这个 天主教的生活 那他就跟他自己的家庭 就是就就隔绝了 就隔绝了两段这样子 那电影大概另外一条线 就是这个家庭不断的 想尽办法要 把他救回来 对所以另外一段是很政治的 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家庭呢 就发挥了各种的力量 包括宗教的力量 然后包括舆论的力量 而且犹太人很团结啊 对你说对了 他串联到呢 就是电影里面讲的是说 不只是罗马的所有犹太人 出来抗议 已经串联到连美国的 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在声援 这个家庭跟这个小孩 所以这件事就越闹越大 越闹越大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他已经变成一个颠覆教庭 甚至颠覆教宗在那里的势力 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革命的这个事件 但是电影有趣的是在于 他其实从小孩的观点看 我们一方面看到这件事在外面风起云涌 但是这个小孩呢 他其实已经有点斯德哥尔摩 最后去 OK 教宗没有对他不好 是 这些教员 就是这些神父什么没有对他不好 没错 那他也慢慢的信了这个信仰 天主教 所以最后当他有机会回到 回家的时候 他会选择哪一个 这好好好挣扎 对 所以然后另外我们又看到的是 这个父母跟这个家庭 他们其实单纯的只是想把小孩带回来 但是他们被迫跟不知不觉 就卷入了政治的 他们就变成好像推到 政治线上面的风口浪尖的人 但他们并没有要拿这件事 他们只是要带回他的孩子 所以这个电影就是 从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 家庭的跟这个宗教的这个事件 最后变成一个几乎是动摇国本 或者是说影响整个国家 或是影响整个宗教界的一个大事件 所以我看到后面的时候是觉得 哇还蛮惊心动魄的 然后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样的历史 这样的一个历史 对 然后就是在我们 因为他们那个宗教跟政教合一 距离我们事实上是有点遥远 比较像另外一个世界 但我们知道是当他们政教合一的时候 那个东西的影响力 有时候你是无法分辨的 而且彼此之间的可怕 就是有时候宗教力量大过政治 有时候政治的力量来影响宗教 其实这个电影都有拍到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讲到政治上面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什么 就是他会介入政治 甚至他这个什么国教新教 什么教之间的一些斗争 权力的争夺等等等 我觉得过去好像比较从这个角度去看他 对然后他也有从教宗的角度 就说比方说也有人劝教宗说 你要不要松手 然后但是教宗就教宗讲你也没错 我松手了就表示 我做错这件事情了 就是我不能 就我是神的旨意跟这些东西 我不能随便 我不能我也不能随便松手 那我教宗的地位在哪里 所以他的下面的人也是有鹰派跟鸽派 那他最后会有他的选择 对我觉得这个你听你这样讲一下 我觉得这个故事 而且这个导演选的这个 这个重新的历史故事从今天拿回来 我觉得意义很非凡 因为其实你从回到人 人生活最根本的角度 他有回到那个小孩的那个角度 回到那对父母的那个角度 甚至某个程度我们还可以看到教宗的角度 教宗也老了 他也怕他的权力掉下来 然后他身体也不好 所以他有很多的压力 包括这个小孩的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这个事件 这跟他的权力地位都有关系 对啊对啊 但是你说宗教一开始不是就是出自于对于 人的怜悯跟爱 对那你说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有差这么多吗 佛教道教有差这么多吗 这个分别心基本上都是后面去 他都变成中他都变成一种政治 对对对那反过来有点倒倒因为果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是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都不一样 就是说他真的会引发你很多的思考 然后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让你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世界 跟不一样的过去的历史 对啊所以政治跟宗教 是不是都过度的介入了倒因为果的影响到的生活 而不是真正以人以关怀为本 这个听起来蛮有意思的啊 但是所以那小男孩的就是很是这个整个剧的核心 对所以他其实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我们看到小孩然后后来有长有演的 甚至拍到他长大到长大 然后他应该是真实的事情 因为我不要破梗 但他最后会告诉你最后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他最后是有字幕告诉你真的发生什么事 所以是真的有这个人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在这个罗马的 在意大利的历史上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这样子OK好许呢这是其中一部欧洲电影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比较沉重 但如果说你喜欢一些历史或者带有这一些 嗯这种中就是有点点会刺激你思考的 在里面的话 但另外一个非常轻松的 这个叫做万事通大权 好我们休息再回来 好回到蓝线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影评人图翔文 来聊我们要推荐的最后一部呢电影 它是法国的喜剧电影 对 法国的喜剧电影其实还蛮有历史的 呃我觉得法国的喜剧电影 通常跟我们想象的好莱坞啦 台湾啦 香港是都不一样 嗯 他们通常所谓说喜剧 但是他们还是很知识分子 哈哈哈哈 就是大部分他们的喜剧会比较多 比如说对白是很多 嗯 然后可能会不断的有很多 我觉得很多比较是那种内在的焦虑 嗯 就法国人想很多 然后很喜欢辩论 很喜欢思辨 那种幽默的感觉 所以就是如果你看法国的喜剧 通常还是会有点点不太一样 跟我们习惯看的好莱坞的 对啊我挺喜欢的 然后这些都不太一样 对啊 那这个作品 其实说它是喜剧 但是我觉得 它吸引我的很快的 很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它是在讲电影的 嗯 这个主角是一个导演 嗯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导演自己演 不是不是不是 它是拍一个导演的故事 哦 但是这个导演是一个 我觉得很多听众或是观众 应该很喜欢的一部电影 叫做王牌冤家 哦 是当初这个金凯瑞 金凯瑞 跟凯特温斯雷演的一部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天马行空的 然后的爱情故事 那天晚上跟王氏聊到这一部 就是说他们那个名字曲坏了 害我都不爱看 当年都是他做的啊 对啊 对 早知道是一个那样的内涵的电影 对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电影 啊 那所以他有很多粉丝 那这位导演呢 这次就隔了很多年 又拍了这个新片 嗯 对 没有 他中间还有拍别的电影 但是至于他上一部电影也蛮久了 然后他就拍了这部新的电影叫万事通大学 我其实真的高度的怀疑 电影里面的导演就是他自己啊 哈哈 就他应该在写他自己 对不对 电影里面就讲一个这个 一个年轻的导演啊 然后好不容易逮到了一个机会 可以拍一部这个长片啊 结果呢他拍一拍拍完了以后呢 这个出资人就跟他开会 然后就很不满意 因为看了毛片 觉得你到底在拍什么 布萨萨 我都看不懂 那这个导演呢其实很厉害 他已经想了两手策略 他才不要把 因为这些投资人打算把片子收回去 自己剪 这种事情我们实有所闻 那但是这个导演已经做好两手策略了 所以他就连滚带爬的打包他所有的硬碟 以前很难嘛 以前是一胶卷嘛 现在只要一个硬碟就可以走了 所以他就打泡了硬碟跟这个剪接的电脑 然后就绑架了他的片子 躲到乡下的亲戚的家里 好像是他姑姑还是阿姨的家里 然后躲起来 就不愿意面对现实 他要自己把那个片子剪完 就是他不要把片子给人家 夹到别人的手上 所以就带了一个剪接师跟一个助理 然后就去了 那电影就从他到乡下的故事就开始拍摄 那我们原本以为说哇这是导演的创作自由被 被这个 剥夺了 但是我们看这个电影才发现他也不见得在讲这个 因为这个导演是太天马行空了 他每天都想不一样的事情 每天都给他的这个工作人员带来非常多的困扰 甚至都已经在剪接他来说我们要再重拍 在拍什么东西啊 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 非常有才华 非常有 因为电影里还是呈现了他很多的idea很有趣 很有才华 然后他甚至自己做音乐什么的 然后你以为他办不到的事 他还是会展现出他的能量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有才华的导演 但是他没有self control的能力 就是没有自制的这个能力 所以电影就在拍这个过程中 他如何每天疯狂的天马行空一直在想各种的事情 不愿意去面对现实 面对他要去剪接的 所以他到底剪出来 对这个我就不讲 他后来到底剪出来了没有 然后他的工作人员们一方面很爱他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有才华 他们当然愿意跟随他 但是他们又要每天被他秀气 各种气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电影会说 谁跟谁闹翻 我们真的听到真实的拍电影的故事 监制跟导演闹翻 工作人员跟那样 其实这个电影我觉得某种程度蛮写实的 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他是用非常轻松 非常喜剧的方式 因为这个导演真的做了很多很夸张的事 我也做过监制 我觉得如果我是监制 我应该会想把他的素材拿回来 不要给他做 对 可是电影到最后你会发现 他还是让你看到说 有时候有才华的人 他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这么天马行空 这样子 他就是这么多的想象力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所以其实简单说 就是如果你喜欢王牌原家 你喜欢这个导演 我非常多跳来跳去 跳跃式的思考 跟很多想象力的这种电影 不按牌理出牌的说故事方式 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电影 所以他在乡村里面的每一天 都在跟他的生活环境里面的人事物 产生很好笑的事情 是 然后他做的事情 好像也都还跟创作有关 你也不能说他不对 但是他 最后你才知道说 他其实自己有点 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 他走不下去的这个片子 所以他其实有点在逃避 所以很有趣 就是说那种创作者内心的拉扯 然后他用一种有点幽默 有点疯狂 有点夸张的喜剧的方式去讲 但我觉得最后还是讲回来 创作的核心这件事 就是有时候天才真的是疯狂的 然后我们可能看不懂 那我们旁边的人就是 想办法包容他跟帮助他 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有另外一个梗 从一开始我们讲到现在 其实现代的生活好乱 或者让他觉得 觉得心里面很没安全感也好 很浮躁也好 很彷徨也好 都想逃避 看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逃避有不同的方法 如果说你逃避到最后看电影 你逃避到最后自己拍部电影 也是一个蛮好的出处 是 OK好 非常谢谢图像 我们在我们的现场 来介绍这些各个样子 各个类型 看起来都很好看的电影跟剧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